是的 就是這個 總算讓我找到的 青銅宮的寶物 崇光大人 這就是您要的風神基步 火連決醒 火連小子 行 愿者上钩 这不就有好人打穿地层 放我们找到了 难道我被刷 爷爷说的宝物 那是我的 飞燕玄刃 江云 我看看 奇怪 这造型不对啊 难道说 石碑 这里写的是 碧火珠解除陷阱 红黄 我要把它拿回去 让大家都相信 怎么了 啊 这里是 青铜宫的内部 举起手 竟敢利用我 看我一枪崩了你 你先听我说 闭嘴 我最讨厌聪明人 好 反正完了 啊 你小子搞鬼 是你手脚太快 我刚想说别碰墙上的字 你就打中了 你快破石头 看我打爆它 不要 不会吧 这里机关重重 我们先合作逃出去 我才不听聪明人的话 我就听你一回 快想办法 是非写了 红黄是关键 红色的字就是解除按钮 就在那边 你没用了 机关多着呢 你枪法高超 等出去了再解决我也不晚吧 也对 毕竟脑子再快 也没我枪快 举起手 走 这些字也太可疑了吧 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江云 快走 好累啊 这才走了几步 我是七十六岁的 灵归行人吗 我管你什么龟星人 起来 给我走 行 开枪吧 反正没有我 你也出不去 你 我人 喂 找到没有啊 黄色龙头在右后方 我的老妖啊 你就不能 没事 走吧走吧 这是 江云的东西 它只向那边 我们出来了 对 这下你就没用了 果然还是我的枪快 风神积木到手 又来 总算回来了 可江云呢 我在这儿 撑着点 我的老妖 这是什么情况 那碧火珠 要是不按特定规则解除机关 就会触发陷阱 规则 红和黄 石碑上写了 这个青铜宫 所有机关的解除方式 都跟红与黄有关 按顺序 触碰红黄两个青铜方块 就能解除 碧火珠的机关 那你怎么 雕出去了 为了让龙仔松陷 躲开陷阱 我故意诱导他开枪 然后用他当下 你怎么这么多变身积木 这以后再说 重点是碧火珠 仙儿红 赛黄 好 开始分析 所以我才最讨厌聪明的人 果然 这不是封神积木 那它到底是什么 根据石碑记载 碧火珠 是古代一个青铜王国 为了镇压熔岩制造的 一旦被拿走 这里的熔岩 就会爆发 难道爷爷怕有坏人 会把壁火捉拿走 所以才不肯说 青铜公在哪里 嗯 这都是为了保护好大家 可恶 你们这些骗子 我要用机神射爆你们 西部机神 火连机神 赵来 你会 我会 我会 讲 我会 我会 让你瞧瞧我的枪法 鬼变能量弹 那是纯能量的攻击 放满过来 霸炎枪 什么枪法 在哪儿呢 得意什么 这还没完呢 鬼变能量弹 什么 将狱 这到底是什么招 他的能量子弹 可以自由变化 既然这样 小诈 速攻进战 别让他出手 好 看我的 风火阵轮 天真 鬼变能量弹 喂 你给我下来 行 马上来 鬼变能量弹 飞燕全人 糟了 你完了 小张要输了 江雨 你有办法吗 再等等 愿者上钩 李小扎就是那个耳 小扎 很好 可恶 谁汇聚最大能量 小心 总算上钩了 战甲启动 我的打神鞭 能够将能量 转化为积木 难道说 我等的就是现在 你为了出招积累的能量 将会变成束缚你的积木手铐 打神鞭 我的手 动不了了 小扎 明白 我来收拾他 我来收拾他 他 不 свид malt 我来收拾他 我来收拾他 就在小扎 我来收拾他 我来收拾他 隼 坤坤一致 紅蓮爆炎槍 爺爺 我明白你的苦衷了 放心 我不會說出去的 江瑜 剛剛你的戰甲怎麼碎掉了 因為我沒有專用戰甲 我穿的是昆仑的量產戰甲 所以承受不了那麼大的能量 你那大神鞭這麼強 幹嘛不早點用 十年壽命 這是解開大神鞭封印的代價 什麼 放心 我可是靈歸新人 壽命多著呢 那就好 不過 你還是少有點兒吧 嗯 沒有風神積木 我們也該走了 嗯 真是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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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